这马吉和热拉提呢 我们其实它的基本原理 它都是一种射频 那么其实呢 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组织 接受到哪一种形式的能量 它其实都会给它一个再生 就是创伤再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超声高呢 它其实是一个 大家知道超声波 本身就是一个机械波 但是大家会说 我平时去做超声体检的时候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适 对 因为我们平时做的超声 和我们现在说的超声刀 它的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而我们现在说的超声刀 其实它是一个聚焦超声 也就是它能量最后是聚集在一个点上 所以它能量是很高的 那么现在我们刚刚说的 约拉提和热马吉 它其实是一个射频类的一个电磁波的一个能量 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呢 就是在我们国内 现在其实我们的超声刀是没有得到我们国家 这个CFDA的批准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第一缺乏一些共识 也缺乏它的合法和合规性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